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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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享一下骑这台在市区通勤上面的感觉 到底650R可不可以买来通勤 就是我每天就是要骑爆的那种 这一代有滑梨 所以它离合器我是觉得很轻松啊 就是举妮适中的感觉 很好拉 蛮好拉的 它外观我是还蛮喜欢的啊 它这个车头然后它还有结合一些冲压进气 它那个冲压进气口是真的有用的 虽然我没有骑到那么快 不过就造型上就蛮加分的 不过我觉得它的屁股有点不太适合 不过这个东西也是见仁见智啊 这东西很主观的 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 但我觉得整体来说 它的外型我觉得是蛮好看的 它这一代的座高是 810mm 跟上一代应该是差不多啦 我身高174mm 我居然可以平踏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 就是其实它没有很宽 它是四缸引擎 可是它油箱没有做很大 就是夹起来刚刚好 所以导致我这样还可以踏地 平踏真的非常爽 它的仪表有档位 水温那些就是该有的几乎都有 N档指示灯也有 对嘛有档位 我觉得显示上的话 太阳太大的话会 虽然它有那个就是 自动调节的那个感测 不过我有一次是太阳很大的时候起 那个真的是快看不到啊 不然这土地表真的是 做得蛮漂亮的 可惜就这一个小缺点而已 我觉得它这个骑制还是 每天骑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啦 还是舒服的 这骑成三角我觉得还不错 不会太趴 也不会太舒适 就是介于那个中间值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是想买这台车 拿来每天通勤的话 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 跟上一代最大的区别 应该就是 改成了前倒叉 这个SHORE的倒叉 非常漂亮 有倒叉就是 等于就是一个信仰 真的是信仰 这一组倒叉 我们先不论它的运动表现 跟它的反应 光是倒叉 就已经 满足一堆人的虚荣心了 就是虚荣心作祟啊 这种天气起重 四缸 四缸车真的是 有点 有点热 以它的售价来说 我觉得 还蛮不错的嘛 39万吧 有滑梨 有巡姬 然后 外观又那么帅 又是四缸引擎 难怪这台车卖那么好 我觉得这台买来通行 你想骑 快速道路 你不想带转的话 它可以帮你省时间 我觉得这台是 非常没问题的啊 它的售价 跟它的一些 配备啊 我觉得 非常不错 以四缸车来说 虽然我也没有骑过很多四缸车 但我觉得它真的是算 蛮好操控的 蛮好操控 不然什么事 洗起來真的很順耶,這台 假如你今天是要從 我的建議啦,我的建議是這樣 假如你今天是要從白牌跳上來 就是第一台就要買紅牌 或者是你剛接觸三百,三百騎了一陣子 你想換車,然後你又想要這種 仿賽,然後你又想要這種 街跑,不會太累 然後也不會太舒適的騎乘姿勢 我覺得這台真的非常適合 好操控,然後又又帥嘛 進可攻退可守 當然如果你要追求那種 比較說比較競技啊 那這台應該就沒有那麼適合 那你應該可以去看看 這台是 至於動力的方面 它是 75匹 台本幫你砍了 20匹 20匹被它沒收了 我有休前跑山 或者是 通勤啊 這75匹 真的是 臭臭有餘啊 雖然我聽過我朋友說 解馬力會更爽 但我覺得 可能我不會騎車啦 我覺得這樣 就很順了 順順的 不過沒收20匹 真的是還蠻靠北的 沒辦法啊 台灣的犯規 這也不是 也不是台本的錯 其實這一台在市區 走走停停 我是覺得 稍微會有一點累 可是不過 如果你喜歡四缸 然後你又想要跑車外觀 舒服的騎之 我覺得 這台是 很好的一個選擇 感謝我朋友今天把 650借給我騎 讓我可以去 好好品味這台車 雖然我不是很會騎啦 不過 我還是可以感受到 這台 四缸車 帶來的魅力 當然 這也要呼籲大家 騎朋友的車 量力而為就好 不然 因為 摔了 然後賠 鬧翻了 我覺得這樣也不好 就當作是一個體驗 朋友有這個信心借給你 你就要 讓他有那種安心的感覺 人家那麼相信你 是不是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不是很專業的 所以 看看就好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 喜歡 或是分享 訂閱之類的 不喜歡的 也歡迎給我一些意見指教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